大家好,感谢您观看韩媒频道,我是韩媒,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呢,我想说一个话题,就是今天呢,有一个话题被刷屏 那就是习近平的讲话,再向非洲援助600亿 再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支持 严格的说呢,我现在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我呢,不需要向中国交税 中国的那个财政收入呢,没有我的贡献 我对中国呢,没有发言权 但是呢,这600亿啊,今天让我一天都很纠结 我着实的非常的心疼中国人民 我很心疼那块土地上的那些人们 我很心疼那些个贫困的人们 我很心疼那些个吃不上饭的人 就在昨天,我还看到了一些个视频 小孩,那个衣服穿得很脏,很破,很烂 住的房子很破 我只能吃cell许多虎 我只能吃什么 你会太长了 可是这样啊,我给你一天都没有 你们不开心 我需要一次 我一定给你带我的 我让你决定的 我就是习近平的 我就是我们学习的 我一个人是经常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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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我还听人说有很多人治不起病 有一些人得了病以后呢就自杀 因为治不起 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儿他在家里面做饭伺候他爸爸 社会对这样的家庭一点责任都不负 我以前我以前还看到过一个那个家里面呢好像是一个遗传 他们就是遗传 这成年男子呢都得那个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病 反正都贪瘫痪 他们家有三个儿子都瘫痪 三个儿子都没有结婚 到了壮年的时候呢就瘫痪 然后这家的爸爸呢就受不了就自杀了 就剩下这个妈妈面对着三个瘫痪的大儿子 白天的时候他面对这三个儿子呢就得强颜欢笑 晚上的时候 他就偷偷流泪 他心里面怨他老公 把这那样一个重担撒手撂给他一个人 他连自杀的权力都没有 他不能自杀呀 三个儿子怎么办呀 然后呢 他就去向政府要补助的时候 要帮助的时候根本就要不当 他到县政府去拦县委书记的车 经过多少次很艰难的终于拦到了县委书记的车 县委书记给他们家批了补助 因为这是好几年的事了 我忘了到底是多少 好像也就一千多块钱 他第一次把这个补助领到手拿回家 等到第二次的时候 这个补助呢 就批到他们的乡里面 他到乡里面去领 就领不到了 为什么呀 因为乡里面说 你们家是这个社会的负担 你们需要交这个交那个扣这个扣那个 你这个钱就不够扣的 所以呢 就不能发给他 但是呢 习近平说 我们向非洲再援助六百个亿 六百亿呀 我的天呀 不是六百万 是六百亿 美元啊 还是美元 不是人民币 外交部长王毅说 不管世界的经济冷暖如何变化 我们向非洲支援六百亿 一分不能少 与之作对比的呢 是教育部长说的一句话 教育部长说 有的省呢 想搞十五年的这个义务教育 我想请你们注意 我们并不是发达国家 我们负担不起 对 但是我们却要向非洲支援六百亿美金 六百亿美金是一个什么概念 有人做了一个对比 把它量化 做了一个对比 我现在给大家念一下 相当的震惊 六百亿美元相当于四千一百亿人民币 四千一百亿人民币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它比西藏和青海这两个省的GDP加起来还要多 相当于这两个省白干 一年白干还不够 相当于海南省的GDP略有盈余 就是比海南省一年的GDP少一点 比西藏 青海 新疆 甘肃 这四个省 一年的财政收入的总和还要多一点 相当于东北三省 黑龙江 吉林 辽宁三省 财政总和的80% 非常接近于湖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 就相当于湖南省一年白干 相当于东北三省一年白干 相当于青海 西藏 新疆 和甘肃四个省一年白干 相当于全国公共预算的 2.3% 相当于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的 13.73% 相当于 关税 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总额 相当于 全国财政 用于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的 2.78倍 就是说这个最低生活保障 我们可以把它再提高2.78倍 相当于 全国财政 用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的 2倍 这个养老补助 可以再提高1倍 如果不支援非洲这600亿的话 用于社会福利支出的 6倍 就是我刚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那一个家庭 3个儿子 全都瘫痪 他们是没有福利的 如果不支援 我不知道什么样有福利 那个爸爸瘫痪 3岁小孩伺候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福利 如果他们有福利的话 可以再给他们提高6倍 相当于全国财政 用于科学技术支出的 56.42% 相当于 用于全国职业教育的 1.54倍 用于 学前教育的 3.47倍 就是我们可以给孩子 学龄前孩子 再增加 3.47倍的支出 高中教育的 1.44倍 全国高等教育支出的 95% 相当于 全国财政 用于全国公立医院支出的 1.87倍 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的 3.09倍 用于公共卫生支出的 2.17倍 相当于 全国财政 用于 防治污染的 费用的 2.18倍 用于扶贫支出的 1.26倍 4100亿 相当于 一个交通银行的 总市值 在A股总市值中 可以排到 第12位 是中信 证券 总市值的 2倍 多 是宝钢 总市值的 2.39倍 是 深交所 第一市值公司 海康威视的 1.42倍 就是这些数字的 比较 另外呢 我查了一下 我们加拿大 我们加拿大 是全民免费医疗的 全民免费 我们不用带一分钱 也不用事后保销 我们就去医院 直接看病 直接看病 我们65岁以上的 一分钱都不用掏 全免 65岁以下的 我们要付药费 但是其他都是免费的 检查 看病 都是免费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加拿大 医疗的 总支出 就包括医生 医生的那些个 那个工资 什么的 应该都包括 这个600亿 这个600亿美金 相当于 我们加拿大 医疗总支出的 26% 然后 相当于 美国FBI 一年总支出的 6.7倍 这就是 这个600亿美金的概念 我真的 非常的心疼 中国人民 非常心疼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习近平他们怎么想的 他们难道不知道 人民的疾苦吗 他不知道 那些个穷的 吃不上饭 住的四处漏风的房子 一个三岁的孩子 要照顾他瘫痪的父亲 一个年迈的母亲 要照顾三个瘫痪的儿子 他不知道这些情况吗 他不知道 有些人治不起病 就只有自杀吗 彭利元 现在也不唱歌了 我不知道他一天到晚 干什么 不知道他干什么 美国的第一夫人 经常去 访贫问苦 包括川普 那个美丽的女儿 Ivanca 打从他父亲 当总统以后 他也从他自己的家庭 这个企业当中 辞职不干了 然后专门去做一些个公益事业 我就不知道 我们的第一夫人 彭利元 她每天都干什么 只有在习近平出访的时候 我们才能看到她的身影 我不知道她干什么 看起来好像他们并不了解 民间的疾苦 我不知道他们在乎不在乎 看起来他们好像也不在乎 如果在乎的话 应该去开通一些渠道 能够听到一些个民间的疾苦 他们好像也不在乎 我的同胞们真是可怜啊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